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每次要那么哭呢 受不了 那个时候只抱着 我要演戏 我喜欢演戏 我爸在我小的时候跟我算命 说我会成为一个演员 也没想到一做就40年 时间太快了 我的第一部单元剧主角是演《捷径》 无所难养 当然是大家都注意的 那时候一拍就拍六 七天没得睡的 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够精神 哪个对手是印象最深刻的 当然是我的老大当黄文勇 永远不会忘记他 因为他跟我一起吃过很多苦 在人生的道路上 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的频率 这是很难得的 电视台里面认识资产大 我跟很多人一样的 就是说我一定不要在职场上 找到我另外一半 没有想到后来我跟他一起拍《别井雄风》之后 他真的是热情如火 我招架不住了 好 我看 向云姐 你准备好了吗 我要向你告白了 向云姐 我觉得你太厉害了 40年 我今年40岁 在每个阶段让人尊重还有敬佩 最近看到你状态非常好 所以让我觉得非常欣慰 因为整个人健康起来 更加有自信的 所以看到现在状态的你呢 我非常开心 其实《捷径》好像我儿子一样 因为他的出道很早的时候就元首足 很疼他的 我记得那时候在新点心拍摄的时候 可能在健康方面还是一些士气方面 可能向云姐你会觉得有一点 有时觉得不太顺 那年我很忙 我一直在赶来赶去 已经到了一个好像终点的感觉 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圈子 但是还好我身边就是有这些爱我的同事 这段时间的经历是应该跟大家分享的 我也希望能够起着推动这些人 更加积极地生活的这个作用 十五年前的你跟现在的你依然没有变到 我最喜欢就是每次早上在化妆间 一定会听到你想亮和很正面的声音 早安 凤琳早安 凤琳是个很努力的一个艺人 她都有很正面的心态 我很敬佩你的精神 你的专业也是没有发誓的 谢谢 我很感恩 真的 我可能天生是这种人 你懂我从小在小贩中心长大的 有人坐过来 我们都会很主动 今天好像没有下雨 很幸运 如果每个人把她当成一种 性格跟生活习惯 那世界很美好 嘉宜姐 你不只是我的前辈 你还是我的姐姐 你还是我的妈妈 还是我的同事 你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身份 我真的把她当她跟晨曦一样的那种感觉 包括公司或者以外的一些演出机会 我心里面都会替她开心 希望这又是她的一个突破 你是我们永远的阿姐 谢谢你下一切 我就让我预付出的所有 谢谢 为什么美姐要那么哭呢 受不了 原来他们也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 不只是说同事擦身而过 你还记得明泽导演曾经说过吗 他说你是我们新加坡的国宝 那我觉得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和你一起演这么多部的电视剧 小人物向前冲 演你的儿子 心里住着老灵魂 演你的老公 是很好笑 对 因为他刚演我儿子 那之前演我的男朋友 我心里面真的是震撼到不会讲 以为这是我妈妈生日 然后你买了一些保健品送给她 这个举动让我妈妈非常地开心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你 罗美欧很棒 在紧张的时候是需要缓和作用的人要在 那罗美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拍《森林生存记》的时候 我楼下是个保健品公司 我买了很多保健品回来 导演每天没有睡觉 我就送了她一个维他命B 住导整天 然后我就送了她一个维他命C 那罗美欧妈妈生日 我就想 我要送她东西 那是什么最好 这个是最适合老人家的 也是我们很多后辈演员 学习的一个最佳的肯定 然后在戏外 你的态度是非常地恶爱可亲 非常地温暖 我从来没有看过你在片场发飙 对于人很多东西 我都抱着非常谅解的态度 我常常都会用这种形态 所以就不容易发脾气 在未来的几十年以后 希望还会有机会再跟你合作 张震她是很少数的很帅的男演员 不是说她样子有演得好 她就能够顺利上去第一把交椅 我看着她很坚持跟努力 我们公司应该拥有像她这样的一个演员 iCloud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 那时候的我 鲁秀未干 当然你也应该记得 有一回跟我说 温江 你说我应该取什么名字 就是一个英文名字 所以我才给你取了这个iCloud 对不对 他们知道我的原名叫Roslyn 他们笑我 阿姨Roslyn 很牢肚 我心想是真的 那个时候我很小的时候 有一个阿姨给我的 然后温江说 不要了 我说那还可以了 什么名字才不牢肚 他想着讲iCloud 然后文勇跟他就笑得半死了 他自己很满意 我觉得你勇气可佳 加油了 我很喜欢乌江的 因为他充满正能量 我小时候很少看中文戏 记得向云姐的存在 吸引到我的注意 2003拍《荷兰春》 拍场景的第一天 文勇哥和他是第一位 过来跟我讲话 欢迎我回来 问候我老婆 关心她的身体状况 吃饭的时候 我乖乖地在休息室里面看剧本 他们也会进来陪我一起吃饭 说些鼓励我的话 一起买手机 我还记得我需要教向云姐 怎么用手机 我搬了家三次 他每次都会来我家吃饭 我一直告诉大家 文勇哥就是我圈内的守护神 郝板娘 向云姐就是女生扮的黄文勇 一直都很有正能量 很坚强 很可爱的 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我很替他今天的成就开心 因为他是阳明海外 他送了八个帖给我 就是 谢谢展发 我爱你 我看到这些 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叫他儿子 因为他们给我一种 很疼爱的后背的一种感觉 我现在看到我儿子的脸了 妈妈非常关心家 非常爱家 在工作上的时候 她也是很关心大家 在读大学的时候 上了一个新加坡新传媒历史的课程 突然间我妈妈的脸出现 新加坡的历史人物向云 哇 就是在那边愣住了 就看到 妈妈 是黑白片历史人物 他说看到我的照片 很大个在荧光幕上他撒掉了 原来我是历史人物 我已经也有了 十岁 我甚至不知道是这么长时间 听到很多人的故事 和你的人看起来 就给你一个很厉害 你儿子 也有点压力 但是 你真的引起我 成为一个人的更多人 我爱你 妈 谢谢 感动 其实我跟志才没有想到 让孩子进来的 因为我们的工作很苦的 我也没有想到 后来他们两个都决定要进来这个圈 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有那种 有点想办法 有黑心的想把它砍断这个机会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人要跟自己的习性对抗 我把应该教的都教了他们了 看他们 我是真的抱着深深的祝福 给这两个孩子 希望他们走得顺畅 不管是不是当演员以后 我偶尔会被挫折 现实打倒 但是我可以活起来 我又活起来了 谢谢 谢谢每一位 给我这个视频的同事 他们一定不知道他们 此刻给我多少力量往前走 谢谢你 感恩 这个四十周年充满着很意义 而且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谢谢你让我走到这个历程碑 给我力量再往前走 这个就是你给我的力量 谢谢你 妈妈你了不起 四十年 的确不容易 最后呢 她说的是 我们当然爱你 你是我们家的 黄阿妈 永远支持你 恭喜你入行四十年 祝你入行四十周年 恭喜你四十周年快乐 祝你四十周年快乐 四十周年快乐 谢谢你 对我来啦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